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王爹 我的天天到你 那今天皇帝邀請來的 全服第一 哥德爾 這哥德爾對於他的單挑 非常的有自信 他說絕對能打爆我的小青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皇帝竟然要用的是雅蓮跟他打 我絕對不會用小青 為什麼呢 因為小青非常的怕控制 其實基本上小青拿來跟哥德爾打 小青很難贏 真的喔 很難贏 除非出解控 但是你出解控 也就只能解那一下下 哥德爾的大招其實還蠻麻煩的 那今天皇帝的第一場 第二場會用雅蓮跟他打 那如果我們兩場都贏的話 第三場我會用小青跟他的哥德爾打 就是一個交流切磋 來試試看小青打哥德爾的畫面 到底有多悲慘 給各位看 好不好 如果各位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訂閱我 打開小鈴鐺 並且在底下留言告訴皇帝 我你現在很喜歡這個系列的 那皇帝我以後就多拍一點好不好 也記得按讚 OK 那我們換我之後馬上開始 OK GO OK 我們進來到選角畫面 我們先選一下我們的雅蓮 那皇帝的雅蓮是曾經拿過全服第一的 好久沒有玩雅蓮 先單挑了 打哥德爾這種角色其實 我覺得後期我沒有理由輸 你們知道嗎 但是前期就是真的是需要弄 然後打哥德爾仙靈 應該是必備啦 不然他那個大砲一直炸 我們也扛不太住 那我們 OK 我們就直接鎖定吧 我考慮一下喔 要帶弱化嗎 還是帶順利斬殺 帶 帶 一帶一帶一帶 我們第一場先帶狂樂啦好不好 我們第一場打 這個哥德爾我們先帶狂樂 OK 那希望哥德爾不要太難纏 那我們速速的結束這個戰鬥 對手帶的是順利啊 我覺得雅蓮的話 雅蓮打哥德爾應該是比較多難打 那我們的低限裝備一定是魔防血 這不用考慮啊 因為哥德爾的控制真的是 很強 好不好 魔防血有效可以減緩那個控制的效果 OK我們把他逼退 我們現在搶二 唉唷 阿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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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阿哈 不要 OK 我們成功的躲掉 我剛剛顧著躲著都不敢講話 你們知道嗎 呵呵 有沒有看到 嘖 這哥德爾就是這麼噁心 他那個連續控制 我剛剛被他推一塔下去 我有點嚇到耶 因為我第一次打哥德爾這種角色 有點小麻煩 好不好 我們現在模仿起來 唉唷 剛出來 其實還蠻痛的耶 他這個累積被動很酷耶 你們知道嗎 哇 我們這個真的要後期才有機會可以贏 這哥德爾擋我們其實 不好打 我發現 越後期他會越難打 所以我們等下 一件那個仙靈出來之後 他就知道了 OK 有沒有 屌空一波 飛起來 飛起來 OK OK 就這樣就好 就這樣就好了 這哥德爾已經 漸漸的打不贏我們了 越後期我們的天下就到了 好不好 唉唷 靠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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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我們這血量應該是不用回家啦 那我接著我們的輔助裝 我們來出個 疊控好了 好不好 哇他開大他開大 他失誤了他失誤了 失誤了各位 各位各位 他失誤了 他失誤了他失誤了他失誤了 他直接空大失誤 OKOKOK 欸他這個 很煩欸 靠北靠北靠 欸欸 吸起來吸起來吸起來 哭啊哭啊 欸 死了他死了 啊 靠北靠北靠北 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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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自傷壓制 欸幹很猛欸 欸 各位有看到嗎 其實他剛剛 那一個瞬間 做了非常多操作欸 我放慢動作給你們看 欸 死啊 死了 啊 靠北靠北 他那一瞬間其實做了非常多的操作 糟糕 我們卡掉了 不是啊 這控制是什麼鬼啊 欸 完全扛不住欸 好猶豫喔 啊這個 雙暈 靠藥 不行不行 我差一點原地去世 他要出拘魂了 他要出拘魂了 我們把 這個賣掉 上王者 啊 靠北 哎唷 喔 好恐怖喔 啊哈 開秀開秀 哎唷 啊哈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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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恐怖 嚇得丢 好痛喔 找到機會了各位 他死定了 ok 好不好 各位我剛這一波 我做了很多事情 你們是不是看不出來 你們是感覺不出來 我做超多事情 啊 我的手術 全被躲掉有沒有看到 連對面都驚嘆啦 全被躲掉 這裡為什麼那個哥德爾會說全部躲掉呢 這邊我們被他大炮砸中了沒有關係 他順過來要推我們 我們二技能躲掉他的推 躲掉之後我們迅速累積被動 用我們的一技能斷掉他大招之後開啟狂熱 接著用二技能把要逃跑的哥德爾給暈在原地 這個時候哥德爾 想要用他的推來攻擊我 但是我瞬間開啟大招 順便躲掉了他的二技能大炮 成功收掉這哥德爾 真的是把他全部的技能給躲掉不唬爛啊 而且我們現在有這個撿韌性 鞋子也撿韌性 我們狂熱也撿韌性 那這哥德爾應該是 控制不住我們啊 所以各位 出裝的這部分皇帝拿捏的死死的 哥德爾我們現在就等他一個氣機啊 一個機會 哇幹好痛 這個炮直接兩格不見耶 哥德爾蘿莉炮 欸 炮妖 我覺得這個草叢不能再躲了 你媽的 哇躲到一個會頭破血流 他光二技能那個哥德爾蘿莉炮就把我炸爆耶 看一下啊 壓進去嗎 欸 有了有了有了 欸 死死死死死死 死死死 死 啊哈哈 呵呵呵呵 我們贏了我們贏了 呵呵呵 OK 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勝利 嗯 不錯 這哥德爾不錯耶 剛剛雙方都有一個秀對方的畫面 不錯 各位這次的全服單挑很精彩 欸剛剛那個全部躲掉各位很屌耶 有沒有看到 皇帝的雅蓮還是 有一點點實力的吧 還沒有退步還沒有退步 OK我們直接開始吧 不要拖雙方的時間 現在已經是半夜的快一點了 防樂我覺得這一次召喚師技能選的還不錯 有效的控制住那個哥德爾 你們知道嗎 後期才是真的決勝負的關鍵 那畫面皇帝一樣會跳快一點 這哥德爾我們打不太進去吧 好煩喔 你看 這這控制 你玩小青基本上就是原地去世啊 各位了解嗎 不是我不玩小青 顧著講解又被炸到 補包吃 幸好這個補包哥德爾應該是 搶不太贏我們的 這是我們 唯一的好處 OK 啊 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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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靠北 走欸 我剛剛大招不想按到 靠北 他直接順心躺一下 剛剛那個距離本來就不能開到 我是不想先按到啊 哭啊 差點就去世了 OKOK 死 死 欸 死死死死 不是我死不是我 欸 耶 恰啦 有沒有各位 那個 輔助裝的解控差很多吧 那這一次我殺掉哥德爾 我覺得操作還不錯 所以特地慢動作跟大家講解 這邊我們用一技能把哥德爾擊飛 之後怕哥德爾逃走 二技能再次把他定在原地 瞬間開啟狂熱 補上我們的傷害跟免控 這個時候在對手哥德爾要推我的時候 我馬上按下解控 在解控還沒結束的瞬間 馬上接著開大招 落地之後他大招剛好結束 之後他瞬間塔下 把我連續空在塔下 我們找準時機 二技能過去把他暈在原地 接著開啟我們的星爆氣流斬 成功收掉這哥德爾 這一波操作真的讚啦各位 所以各位如果是遇到哥德爾單挑 解控是必出的 蛤 那哥德爾大招那太急發了 有沒有 我的那個 预風雙刀 再加上我鞋子 再加上我的 狂樂 那哥德爾 剛剛他開大 我還可以走動耶 超強 那我們的下一件裝備 我就會上 上王者好了啦 好不好 直接先上王者了 我們只要找個機會 等我們的 欸他開大 他開大 他開大 各位 各位 他開大了 他開大了 哈哈 開大 他開大了 哼 他 我現在很想剛進去 他現在在 他很聰明 他現在在等招式 他現在在扣招式等我 他現在沒大招 他現在沒大招 欸怎麼又有了 靠北 欸有沒有 我現在已經都預判到對手的位置 欸 欸 太扯了吧 瞎巧 哇我直接被打臉耶 他被他打臉耶 我直接預判到對手的位置 啪然後就死了 呵呵呵 靠腰 哇他那個炸很煩啊 啊 我們現在沒有解控 其實不太能 不太能打 兵線壓進去也 我們兵線不壓進去 他也是在後面一直炸 啊 啊壓進去也不是 不壓進去也不是 靠北 OK 哇 死 贏了贏了贏了 各位 我出負我獎 贏了贏了 OK 但是我們不硬拆啦 沒有兵線我們就不打 真的厲害 這哥德爾真的厲害啊 因為亞連我們後期真的是 很強的一隻角色 他還能夠打成怎樣 手一隻刀 呵呵呵 正常正常 正常來說跟自己偶像打都會這樣子啊 所以其實皇帝我是站上風的 他們這邊大招進去應該可以直接贏 OK OK 好不好 這不是我硬拆喔 因為亞連的技能 不是技能啦 普攻就會砍到塔 這沒辦法 OK 謝謝這個哥德爾的指教 我覺得很特別的單挑體驗 真的很棒 我們給這哥德爾一個鼓掌 厲害啦 真的厲害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很想要拍小青跟他打 但是時間的關係 各位 你們不要覺得說 我是不敢拿小青跟他打 對 沒錯 我不敢 我也直接承認 我絕對百分之三百萬絕對會輸 絕對會輸 好不好 所以 也不用打 我就承認我就輸了 厲害 真的厲害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訂閱我 打開小鈴鐺 謝謝大家小鈴鐺 或者影片到你 OK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